普京之谜和圣经预言 1989年的东欧巨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 是我中学时代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当然印象更深的是8964天安门大屠杀 解体后的苏联主体在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后成为今天的俄罗斯联邦 而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至今又很显著的分成两个时期 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 梅德维杰夫作为第三位联邦总统的四年 应该被视作普京时代的一段 弗拉基米尔普京恐怕是这个星球上 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迷一般的政治人物了 从他在1999年夏天突然进入公众的视线 到今天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都一致认为 普京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新千年到来后 可以同普京的经历相比 整个普京的崛起和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都是如此的扑朔迷离 普京不但是俄罗斯历史上是斯大林时代之后最强势的政治领导人 而且就连圣经中都有相关普京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的预言 法国中世纪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也在他的著名的预言书《诸世纪》中点名了普京在当下的时代扮演的角色和普京神秘的出处 我个人呢 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是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的 因为呢 在1999年8月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被叶利钦提名为总理进入俄国政治最核心的时候 在对这位俄新总理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我就跟周围的人说 这个人必定决定俄罗斯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命运 当时我弟弟在读大学放暑假回家 我正在准备出国的外语考试 我弟弟听了我的话之后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俄国人因为中国人都记得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个非常弱的国家 昔日不可一世的苏林红色帝国在叶利钦手上不到几年就给玩残了 成了一个三流国家 九十年代俄罗斯的总理走马灯一样的被叶利钦换来换去 普京的身高长相呢并不出众 在当总理之前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凭什么我在他刚刚被任命为总理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将要改变世界 我告诉我弟弟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他的预言书《诸世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1999年7月上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 安格鲁摩阿的大王就此得以复活 先于粗暴的马尔斯统治四方 在这里 安格鲁摩阿的大王指的就是北方的大王 而世界北方之王无疑就是俄罗斯的领导人 而1999年 犹太立法的7月 就是犀利的8月 因为呢诺查丹玛斯是犹太人 在8月登上政治 世界政治舞台的北方之王 显然只有一个人 也就只能是普京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 普京不但没有重蹈 以前几位俄罗斯总理迅速被叶利钦换掉的命运 反而顺利的问顶了总统的宝座 并且至今统治俄罗斯已经整整19年 今天的俄罗斯因为普京2015年开始进入叙利亚战争 而成为了中东霸主 向西威胁到整个欧洲 尤其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之后 虽然经济上遭到北方制裁 遭到西方制裁 但是几年下来不但没有垮掉 反而挺了过来 近年来他还向他国出售了几百亿美金的各类武器 我早在1999年判断 无疑是正确的 这位上个千年即将统 上个千年即将结束之时突然崛起的北方大王弗拉基米尔普京 今天就是统治四方的复活了的安格鲁摩阿的大王 在圣经旧约以西节书38章中还预言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就是俄罗斯将率领土耳其伊朗中亚各个斯坦国家 北非的叙利亚苏丹和爱塞俄比亚等穆斯林驻国联军 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场在中东 从俄募联军入侵以色列北部戈兰高地开始 从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 俄罗斯领着一众穆斯兰联军进攻以色列是很现成的事情 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取代了叙利亚 事实上已经是以色列的邻国 土耳其和伊朗也已经正在瓜分叙利亚 在圣经里 俄罗斯的王被称为哥格 这场俄罗斯联合伊斯兰世界驻国入侵以色列的战争被称为哥格与美各之战 这场战争结束后 世界秩序将重组 新的世界秩序将取代二战后和冷战后的旧秩序 一个世界统一的政府将就此诞生 一个被圣经启示录称作敌基督的世界领袖将强势崛起并统一世界的经济政策 启示录中将此经济政策称作受印系统 请参看圣经旧约以西节书第3839章 但以礼书第九章 新约启示录第13章 这是2500年前古代以色列的先知以西节的话 当然还有待被证明 但是无论如何 普京对当今世界和未来几年世界格局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 普通普京的第一总统任期时 我已经在欧洲生活了 我是目睹了欧盟和普京的俄罗斯的关系的变化的 我住在比利时说河南语的地区 离欧盟的总部布鲁塞尔和北约总部的所在地 也就是布鲁塞尔的远郊只有半小时的路程 我还记得当时在欧洲的各大媒体上 大家非常希望俄罗斯能够加入欧盟 并且各国的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都为该想法兴奋不已 因为有了俄罗斯加盟的欧洲是理所当然超过美国的世界上最强大 最有势力的政治军事经济体 但是作为一个出生在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的人 一个了解沙俄和苏联历史与文化的人 一个了解俄罗斯民族个性的人 一个熟读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当代文学著作的人 一个在柏林学过冷战史的人 我当时就告诉欧洲的朋友 俄罗斯永远不会加入欧盟 想都不要想 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 西欧人太不了解俄国人的性格心理和想法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 普京不断同欧盟冲突直至决裂 而且自从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以来 俄罗斯同欧盟与美国是一直不断交恶的 到了2014年 因为克里米亚问题 俄罗斯受到欧盟和美国经济制裁 现在的普京的俄罗斯同西方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很快 那时的俄罗斯人心中都充满希望与乐观的情绪 我当时也是目睹了住在欧洲的俄国人的情绪变化的 那时很多在叶利钦时代移民来欧洲的俄国人 希望将来回到祖国 因为他们坚信俄罗斯一定会在普京的带领下重新强大 但事情在2009年 普京担任总理期间开始转折 在2012年 普京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时候 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很大一批反普京的政治势力 普京在2012年选举中可以说是有惊无险的赢得了胜利 大家一定记得普京流着眼泪在红场上讲话时候的场景 今天的俄罗斯虽然还是金砖国家之一和重要的新经济体 世界能源的重要输出国 但是今天的俄罗斯的GDP还不计一个韩国 除了武器之外并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产品 可以说普京的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同普京年轻时所受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和普京早年在克格勃所受的训练是不无相关的 普京没有完全摆脱青年时代的思维模式 但是普京在苏联解体后迅速的理智的从思想深处 抛弃了共产主义 开始了俄式的有组织的民主时代 The Managed Democracy 普京的俄罗斯事实上是重回沙俄时代的俄罗斯 有人说普京是现代版的斯大林 这样说有失对实质的理解 普京主义事实上是有克格勃特色的沙俄主义的复辟 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延续 这也印证了预言家诺查·达玛斯所说的复活的北方的大王一说 事实上在中国的北方是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的 2000年来一直延续着这股高气压的势力 从秦汉的匈奴到隋唐的突厥 后来是成吉思汉的蒙古帝国的崛起 再到后来版图以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扩张的罗曼诺夫王朝 到20世纪政治军事的庞然大物苏维埃红色帝国 今天的普京俄国虽然不可与苏维埃帝国世界一级的地位相比 但是俄罗斯依然是世界政治走势的直接决定者之一 而且也是依然就瞬间可以毁灭地球的超级核大国 今天的普京帝国可以与昔日罗曼诺夫王朝相比 并不为过 尤其是在普京修宪将总统任期改为六年后 纷纷被其他国家的强势政党领导人模仿 利用普梅二人传和修宪 现代沙皇普京大帝已经在世界的权力顶峰 做了将近20年了 这个故事该如何收场 俄罗斯的命运最终如何 普京将以何种方式走下神坛 会不会被圣经中的那个预言严重 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个21世纪世界史政治史上最大的谜 何时何处 以何种方式揭示谜底 优优独兵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